据我上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玩荣誉勋章超越巅峰已经过去一年了 这部经典二战FPS系列的VR复兴作是由著名的重生娱乐开发的 团队里还有一些90年代末原初荣誉勋章团队的成员 在用Oculus Drift S玩了前两关后 我的感受基本和我最初的观点一致 附带的画廊里二战老兵短纪录片十分令人感动 具有历史意义 但风格和游戏的突突突原创剧情不太搭 在结束医务室场景的操作设置和靶场战斗教程后 超越巅峰第一关就开始了 本关发生在40年代的纳粹德国 热身阶段基本就是赶路开枪 虽然AI不太聪明但体验却很新鲜 在中距离闭一只眼从描具看过去击杀敌人 这种新奇体验是传统电视屏幕上的FPS复制不了的 你还能把手靠近嘴 模拟用牙齿拔手雷栓的感觉 点燃炸药引线 炸开保险箱的交互也很有创意 在我看来 超越巅峰从第二关开始才是真正的重头戏 一开始是在战斗机机枪位战斗 然后你会从空中跳伞降落 挂在树上后 你的司令会扔给你一把刀 你再把绳索切断以落地 关卡目标是从一列开动的火车上 解救被纳粹捉住的抵抗军盟友 既有潜入又有穿雷区 还有摩托追车枪战 我认为这关情节比第一关要精彩得多 希望之后的关卡能继续保持这样的水平 但最打动我的还是游戏的画廊 其中展示重大历史时刻 纪念二战老兵的短纪录片 都非常具有教育意义 我打完两关之后 解锁并观看了一些视频 真的是非常有人轻微 我觉得所有人都不应该错过 光是为了解锁他们 就值得你打通游戏了 不过游戏突突突的本质 与这些真实情感的短片并不太搭 超越巅峰 还有很多大大小小的bug 有两次甚至直接导致卡关 这也是本作的一大扣分点 通常我在前斩里不会提这些 毕竟游戏还没有正式发售 但这次游戏可是离发售日 已经非常接近了 所以我觉得还是有必要提醒一下 希望荣誉勋章下周开卖的时候 这些问题都能够被解决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